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那一抹青葱的绿 即便室外是大雪纷飞 室内却依然如夏日般的温暖 因为地中海本身是一种很纯净的那种很原始状态的一种生活 然后我们可能从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追求 有这样一种情愫 汤圆和梦宴的家虽不惊艳 但是有味道很实用 做旧的蓝色家具配合白墙 营造出了复古的地中海风格 而点缀在其间的彩色配饰 更是让整个空间明媚起来 其中最让它得意的是门口的这个衣服架 这个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我估计可能一般想不到 这个是我们家最早养的一棵幸福树 然后我们经过一次抢救又一次抢救 最后还是在一个漫长的我们离家旅行的 回来之后发现它终于枯死了 把它留住呢 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就是把它的枯干的树枝全都裁掉了 然后把这个树皮扒掉 当时因为它已经枯死了觉得很刚枯的感觉 想让它混然生机呢 就想到了用这个绿色 然后把那个树的封的地方啊 都涂成了白色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那个小树枝啊 这个树枝呢 也是我们那个平时爬山玩的时候 在那个山上捡的小树枝 在合适的位置呢 穿一个小孔用电钻 然后把它插进去 这样就可以挂一些帽子啊 围巾啊这样的饰品随手 而且我们每当看到它的时候 都会想到我们那棵树 就是有很多感情的记忆在里面 而同样让孟宴注入很多情感的 就是这个手绘的大鞋柜了 为了让它做的别致一点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啊 开始的时候是想在每扇门上画不同的鞋子 然后我觉得五眼六色的鞋子 也会很妖娆 但是画完了以后觉得 是不是太满了 太花哨了呢 后来又涂掉了 然后改成了现在的这个 效果很清淡的小花 白色的不公用的感觉 然后这个鞋子呢 讲一下这个我们为了纪念当时画的那个 这个柜子上的那些鞋子 保留了一只保留了一只保留了一只鞋 然后为了配这个鞋子 让它有一个故事感呢 另外又画了一只稍稍那个躺到地下的这个鞋子 它俩互相穿插一下 让人觉得 这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啊 这个两双鞋要有一个站着的 有一个倒着的 两个人一直向往有这么一个浪漫的场景 某个夏日的午后 阳光照进家里 娇娇花看看书 享受午后的时光 所以他们在房间所有临床的区域 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功能区 我平时呢 喜欢养些花 但是这个互相的弊端之一呢 就是没有一个阳台 我们在设计上做了一些变动 然后我们把沙发的位置往前移了一些 这样出来的空间呢 一部分可以作为我的小花园 养些花花草草 然后这个空间呢 我们又没有浪费 安放了一排的这个大树味 这样我们书房也解决了 还有这个餐厅的位置 就是餐车的位置呢 我们安排到一个靠近窗户光线很好的位置 这样去餐的时候也会心情很愉悦 大大的增进了食欲 还有我的这个小窗帘啊 然后把它设计的很别致 这个里边的一层沙脸呢 把它做成半截子 带个弧度的 这样整个餐厅的气氛会很浪漫 吃完饭以后呢 这里就成了我们上网休闲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看书 然后听听音乐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当时没做完的部分工作呢 到这里来做一做 一起探讨一下 这里呢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区域 原来户型设计上 这里边是一个内漂窗 我们现在经过改造 把它空间都释放出来 做了一个休闲阅读的地方 偶尔现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喝咖啡啊 然后看看书啊 然后还可以打开这个窗帘 我们把视线放出去 外面有很美丽的景色 所有的室内的窗帘呢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 就是整个用这个漂亮的 纬绿色的马赛克 把它收了一下边 然后呢 在这个水泥上边 直接就烧了油漆 这种感觉呢 也是来源于我对小时候 童年的生活的一种记忆吧 小的时候会觉得 那个家里的窗帘呀 就很普通的水泥的窗帘 它很干净 把一根小花 都觉得很舒适 梦艳喜欢通透的感觉 她打掉了进门的储物柜 挂上了柔美的窗帘 让空间多了一份 若隐若现的浪漫 原本狭小的客卧门 扩大为四扇通透的推拉门 增加了两个空间的互动 很多朋友来到这里 都非常喜欢 在这个榻榻米的房间里 喝茶聊天 尽情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 好茶 这个空间呢 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 多功能的空间 类似于我们东北大趟的感觉 这让我们很怀旧 因为那个是属于我们 这个年代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记忆 我们你可以招待客人 然后还可以我们在一起 喝喝茶呀 聊聊天啊 谈谈 谈谈谈 康元和孟燕是大学的同学 同事学油画的他们 还在房间摆放了一个小画架 偶尔也会画一画 重拾上学的记忆 房间里有一台很小的电视 是工作后攒第一笔钱买的 怀旧的他们一直保如至今 孟燕喜欢自己动手 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相框里的漂亮小衣服 是他用折纸做的 给买回来的小木头人 亲自缝制了最时尚的婚纱 这是用捡回来的枯树枝 做的照片墙 记录了他们每次远行的足迹 家是我们安置我们的身体 我们所拥有的物质 我们的生活的地方 但更是安置我们心灵的地方 一橱一棍一座一椅 都应该是使用方便 入眼舒服的 这种舒服就是对家 对家人 对自己的一种爱 而我觉得有爱才有好的设计 榜样启示 设计能让生活锦上添花 但真正的生活 无需刻意设计 我们能从这里面看到 明媚的阳光 亮丽的颜色 包括乡村的气息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种 这种花团锦簇 或者说是 灿若晴天的这种 明亮的色调里头 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轻浮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人生活的痕迹 还有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这种情感和温度在里面 我们说一个好的家 或者说一个好的设计 应该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征服 或者应该不是一种物质上的炫耀 它应该是一种情感 或者是生活之间的相互渗透 这大概是这两个年轻的设计师 使让我们能看到的 让你尊重的生活 和设计的力量 我来自德国 因为我住在北京12年 工作室是我另外一个温暖的地点 将美感从风格的玻璃瓶打破 释放出来 张杰 室内高级设计师 深圳十大新类设计师 张杰 一个喜欢做倒立的设计师 他认为倒立是打破惯性思维的最好的方式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深圳的设计师张杰 设计师是一个很费脑子的职业 所以我在设计工作之余 会通过做瑜伽和倒立这种方式 来活跃我的思维 我也可以常常在倒立中 找到很多灵感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很有特色的民族宫的作品 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家 然后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张杰的这套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 独具匠心的用现代思维 把绚与的民族色彩 图案与沉稳厚实的中式风格 优雅细致的融合在一起 让中式变得丰富多彩 每一处装饰的细节都别具一格 站在房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细细的琢磨和品味 因为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故事 这家的房主呢 它有一种归不去的怀旧民族情节 甚至不喜欢有崭新的感觉 它希望它的家有一种时间和历史沉淀的感觉 朋友来了也可以无拘无束 还有希望有很多元素 有可以传承的可能 所以呢设计之初 我们就一起去古玩抓鸡市场 淘回来很多可用的素材运用到其中 青砖上的瓦片 过到尽头的砖雕 以及墙面上的装饰木雕等等 都是张杰在古旧市场淘来的 每一块砖 每一块瓦 每一片木头 都有自己的故事 通过重新组合和修饰 让它们静静的在这个空间里 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和温暖的情绪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们曾经或许是一个瓶子的一角 又或者是一户人家的屋檐 在这下面 可能曾经有一对小情侣 在下面切切私语过 又或者是一位母亲 在下面补育她的孩子 这些瓦片经过了风风雨雨 经历了岁月的悲欢离合 如今我们把它引用到这个空间中来 让它们的故事依然延续着 为了避免空间过于陈旧和古板 张杰可以用一些小鸟来做装饰 房间变得很有诗意 当然也多了一份生动和惬意 在家具的选择上 张杰也有意地采用色彩亮丽 图案精美的款式 来取代传统的中式家具 显得既古朴又灵动 将东方式的美学意境 优雅地展示出来 而最有特点的则是这张大餐桌了 其实它也是用一个老物件做成的 上面秀气斑驳的铁钉 沾满了岁月的风尘 想象一下吧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看这张餐桌呢 再一看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大家看下面这张板 其实是一扇老门板 这也是当时我们在古玩市场逛的时候发现的 搭配的这四把椅子呢 其实也非常有特色 虽然它是传统的中式官帽椅的款式 但是搭配了色彩艳丽的 具有民族风格的彩绘花朵 让它变得妩媚恶娜起来 与这个餐桌搭配在一起呢 别聚一番风味 这是一个珍骨哦 它也是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物件 然后我们把它摆在这里 做成一个茶几 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这个空间里 它显得很喜庆很圆满呢 作为家装设计师来说 设计一件作品就是讲述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独一无二的家的故事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回忆 客厅里这盏独一无二的雨伞灯 就记录着这家人的成长经历 这家的主人呢 从小就非常喜欢 他们家乡四川鲁州的油脂伞 所以呢 我们特地订购了这么一把油脂伞 通过巧妙的改造呢 把它变成了一盏漂亮的灯 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泛黄 更具特色 像一件艺术品一样独一无二 最关键的是 它还很便宜哦 这个过道的镜头呢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因为一进家里的大门 就可以看见哪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就考虑把它做的别致一些 有特色一点 这个窗花呢 也是从古玩市场逃回来的 它是以前古建筑上厨房里的窗花 上面已经被吹烟熏的秀迹斑斑 沾满了酸甜苦辣 很有生活气息 很有韵味 其实他们家类似这种具有古朴的东西 还有很多 比方说洗手间的洗手台 我们是用一个老的树桩来作为底座 上面搭配石头的盆 让它显得很文厚 很古朴 还有书房里的家具呢 也都是非常古朴有特色的 其实设计一个家的过程 就是了解一个人的过程 我们在设计的当中 把主人的兴趣爱好情感 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融入到我们的设计中 等他们住进来之后呢 再不断地注入时间 故事 还有生活的味道 让整个家的故事变得更加丰满 更加耐人寻味 榜样启示 让家变成一个可以延续的空间 所以家要表现的不是物 更是情 同时家是有时间感 它的时间不仅是看到过去 也要看到未来 要有一些时尚当代的东西的物品的交融 我们的国家有56个民族 如果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对56个民族的风俗 民情以及陈设 它的生活方式 它的吃和玩乐 它的音乐 它的绘画 如果你了解的比较透彻的话 我觉得设计出特别美好的人居空间 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 我来自中国 明黑 我住在北京 12年 工作室是我另外一个温暖的局面 将美感从风格的玻璃银 打破释放出来 我是个标准的80后 我主张的生活状态呢 是在工作中玩 在玩中工作 整个空间 我定义的关键词呢 就是轻松 设计师刘新 国家高级注册室内建筑师 职业画家 擅长多种风格的设计 这次带给我们的作品 是他的个性工作室 这个大约150平米的工作室 按功能分成了四个区域 面积最大 位置最好的中心地带 当作了办公区 这个区域呢 是我整个工作室空间 最大的一个地方 我把它作为了一个工作区 大家可以看呢 我整个桌面呢 就采用一种摆摊式的 这样的一个办公区 而取代了传统的格子间 这个桌子呢 我采用了一个 2米2x4米8这样的 一个桌子 更方便 用个设计师呢 有效的信息沟通 同时呢 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书籍啊 方便我们设计师来翻阅 而且呢 它整个的风格呢 是采用这种白色的 加一些中式的这种元素 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 我手上的这个官帽影 它实际上是中式的 这种风格的官帽影 它给它刷了成 宝石蓝的这种颜色 结合了我们那种蓝色的 这种灯具 还有我们的窗帘 这个鸟龙灯呢 是我从花鸟鱼池查 淘来的 外面呢 我给刷了一个蓝色的 一个漆 跟整个空间呢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螺合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外面一圈头采用 这种白质的灯泡 它是我儿时呢 家庭里用 照明所用的这种灯泡 但目前呢 被鸟龙灯呢 所取代 所以呢 我用这种灯泡 作为工作室 照明呢 有很多亲切感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这面墙 我们有一个做一个 整体的站立的格段墙 而是采用这种架子 像货架一样的这个架子 它能作为一个工作区 和活动区 做一个很好站立的区分 同时它呢 能够放一些 比如说我们应用到的一些 样本 和搬盘的这样一个样本 还有一些 我平时收集来的一些老故障 这样的话 方便摄影师来取悦 也又 而且又非常的美观 大家看我收集来的这种 黑白电视机 它是我在二手市场淘来的 像这种电视机呢 陪伴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儿童时光 同时呢 它放在工作室呢 又成为一个很好的装置艺术 像这种电视机呢 有很多的历史烙印在上面 它能给我一些亲切的感觉 同时呢 也能给我带来一些 儿时美好的一些回忆 这个也是我淘来的宝贝 它呢 是一个荷兰的一个设计工作室设计的 这个码呢 是按照真码的一比一比例来做的 你可以看到肌肉是非常的健硕 如果你家是足够大的话 完全可以把它放到家里 这可以当作一个雕塑 同时呢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木村 工作室最隐秘 同时也是占地面积最小的区域 就是这个靠窗的走道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这个走道空间啊 实际上是挤出来的 它呢 是作为我们设计师的一个 贵图的一个区域 这边呢 我单独做了一个桌子 实际上啊 它只有六五宽 正好方便我们设计师画图 别看我们这个地儿小啊 实际上是我们工作室的名字所在 很多呢 设计师的灵感呢 是从这儿迸发而来的 这间时尚醒目的卧室 其实并不是为了让人居住的 它同样是设计师才华的展示 它应当属于工作室的样品展示区 这个空间呢 我把它做成了一个样板间 主要呢 是我给客户展示一些我们的设计理念 以及我们的一些亮点 像我们这种样板间是总是在定期在换 像这期的主题呢 就是以好莱坞风格式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颜色呢 是以黑色白色以及银色 它整个空间会显得非常地神秘和跳跃 非常适合时尚的女性这样的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整个空间呢 我采用的是一种欧式雕花的这种床 新古典的床 它的线条非常地柔美 还有配合以这种中式这种椅子 以及这种黑色的椅子灯 会显得非常地神秘和漂亮 这个珠呢 是在整个空间中呢 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装置 它不但是一个装置 同时呢 也是一个茶几 相当于一个放东西的一个地方 上面呢 会有一个鸟笼 非常古朴的一个鸟笼 形成一个强烈的这种反差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墙面所有的这种装饰画呢 海豹写的这种装饰画 配合这种横条纹的这种壁纸 会显得非常地妩媚 整个空间呢 无论从颜色以及家具的形式 还有一些装饰品的上 都非常的夸张和前卫 但最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一张张熟悉的设计师的面孔 经常会出现在工作室这个娱乐休闲区 其实这里又相当于一个音乐展示的空间 所有的设计几乎都是混搭跨界 没有任何流派 有时候会觉得不离家 你是一小小小小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心想了之后 也许有一天我心想了之后 音乐和美术的分家 其实我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呢 不但他们会设计 而且音乐也玩得很好 所以呢 我在这整个空间呢 布置了一些布里的沙发 还有一些不锈钢的这样的太师椅 结合这种披草 还有这种塑料的底子 还有我最喜欢的这种 从淘宝过来的老式厨箱 它呢作为一个茶几 使整个空间呢会显得有布里的 还有一些不锈钢的材质 还有一些披草的材质 还有塑料 跟整个后面的乐器呢 形成一个很好的跨界融合 还有我上头上的这盏草裙灯 它可是整个雾头做成的 它给人感觉了很像女人的裙摆 而且开中的效果是非常的漂亮 再看我后面的这幅画 我相信一定能猜得到 它就是我 它可是整个活动区的灵魂 我主张的生活状态呢 是在工作中玩 在玩中工作 这才是最低下的生活状态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 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找我来聊聊天 喝喝茶 玩玩音乐 但最重要的是 找我来谈谈设计 榜样启示 工作室不仅仅只是紧张 也应该有放松 要学会享受工作 享受生活 设计实际不是表面的一种彰显 它应该是说更有实质性的服务 应该能够看到你的客户 看到社会本身 我觉得很开心看到 八年后的设计师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 很快乐 很有激情 因为我一直建设设计师 真的是要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那么他自己说 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也是一个生活家 我觉得这已经跟我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